彭博社发布了新一期的全球抗疫排名 挪威排名第一 美国排名第五 中国排名第九 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前段时间彭博社将美国列为全球第一抗疫大国 我说过世界民众姑且把它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吧 今天又有朋友问我 美国还是新冠肺炎感染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 却在彭博社最新抗疫排名中继身前五 这是什么逻辑 彭博社不会又印错报告了吧 这种颠倒黑白 自圆其说的能力 真是叹为观止 大家也不必在这个排名上多浪费精力了 还是复之一笑 茶余饭后 聊聊